今天报了这么多中华民国的国旗 怎么可能卖台 或者被国台办指挥 韩国瑜口中的抹黑产业链 扩大经营抹红事业 甚至针对媒体量身捏造 抹黑造谣重伤韩国瑜的新闻 抹几家电视台 已经到了不可思议的地步了 NCC这些委员没看到吗 眼睛瞎掉了吗 NCC的委员耳朵聋了吗 还是两套标准 为了凭2020大选 绿营有计划猪达孔中牌 先诬赖指控韩国瑜是中共鼠疫人选 在此中天是危及国安的红色媒体 包裹连结攻击 时间点也经过精密计算 在15号韩国瑜国民党初选出现 蔡总统出访后 16号罗文嘉便在媒体 没证据的指控望中媒体集团 收受中共资金 17号就有所谓的英国金融时报接力 大中华区特拍记者习嘉玲 撰文指控望中记者透露 编辑部门接受大陆国台办的 直接指示 官方倾持的中央社立刻引用 企图让各媒体转载 造成全面抹红效果 18号NCC也火速跟着 约谈中天中视人员 政治挂帅来指导新闻 甚至用NCC来迫害媒体 我觉得是绝对不能容许的 也希望NCC这些委员 能够用同一套标准来看新闻媒体 你不要抹黑造谣 重伤韩国瑜的就是好学生 如果报道韩国瑜的新闻多一点 就是坏学生 这样子怎么能够让台湾人心服口服 韩国瑜力挺望中媒体集团 但绿营俯院党明代 抹红也杀红了眼 接着8月 民进党还将举办反红色渗透全国巡回讲座 借机洗脑造势 9月立法院开议再修国安无法 甚至传出连警调都要调查媒体 做法穷凶恶极 当然新闻自由是普世价值 我觉得现在台湾新闻媒体 被太多政治因素给控制住 最重要的执政党蔡英文政府 千万不要沾上一个污名 打压新闻的自由 未来谁有国安疑虑 以后绿营政府说了算 媒体与言论自由 为了2020胜选的终极目标 过去民进党党外时期追求的民主价值 如今也只是随时可抛的选举棋子 记者高雄综合报道